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鎖定九點熱話題 我是秦林謙 首先新聞一開始 今夜最新 先來關注的是 新北幼兒園的群聚案延燒 那麼板橋某個社區大樓 有6例的確診個案 確診者集中住在B棟大樓 當中的400名住戶全部移出 而A棟居住者是自主健康感率 那麼目前呢 整個篩檢的最新情況 連線記者洪俊瑋 好 主播入月之後呢 在這個板橋有 Delta確診者的社區大樓 還是非常的緊張 現場警方介護之外呢 裡頭的醫護也是非常的忙碌的 因為呢 根據現場副主委官的轉述 到目前為止 要撤離B棟400個人的工作 目前已經進行了大約6成 也就是有約240個人 都已經上了防疫專車 要離開住處 要送往這個防疫旅館 或者是集中檢疫所了 不過在今天的工作 除了這個 要把400個人都撤離之外呢 其實預計會在晚上的 11點12點前全部做完 但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在這個社區大樓裡面的兩棟 900多個人都要做PCR的篩檢 而目前進度是差不多做了 有700個人也是完成度算是蠻高的 不過在下午的時候呢 傍晚就傳出說 有住戶是拒絕做PCR的 當時候呢 副主委官就下令 因為要防堵Delta病毒 所以不能你說不做就不做 因此在現場是警方穿上了防護衣 跟醫護一起去強制執行 把人請出來做PCR 就是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強制動作 來確保這個裡面的住戶 如果你真的有Delta病毒確診的話 就趕快來做治療 而不是送去檢疫 或者是在家自主槍管理 希望能夠用這些動作 在把這個B棟的人全部清空之後 來對這整個大樓裡面的環境做清銷 而另外A棟裡面的人除了做完篩檢 也要留在家裡來做自主健康管理 希望能夠趕快把這波疫情給控制住 主播 好 這是我們看到晚間的最新情況 那麼還有最新的消息就是 針對了這起幼兒園的群聚感染擴大的部分 教育部今天發函給雙北市政府 要求暫停公司立幼兒園全員性 以及跨班性的活動 新北市教育局也發文給各個院所了 那麼從明天開始 停辦跨班級的課後留言 一直到9月底都是不可以的 可是如果家長仍然有需求的話 園方還是會提供幼兒基本的照顧 這是我們提供給您的最新消息 那麼繼續就來看的是這個群聚事件了 其中10個人的基因定序已經出爐了 確定就是感染Delta病毒 不過跟桃園長榮機師的定序排列是不同的 所以研判兩起事件不相干 現在要持續追感染源 基因的定序確實是Delta的變異株 大家最擔憂的發生了確定 新北幼兒園群聚事件感染的是Delta病毒 出爐的實例定序中最先確診的幼兒老師 其名學童和兩名同住家人分析都是Delta病毒 但在和長榮機師事件比對定序排列不相同 研判兩起事件不相干 小部分幼兒童還有一些症狀 那所以還沒有辦法很清楚說 到底是有多少波的傳染 不過我們大概可以比較清楚說 應該是不只一波的 新北幼兒園繼續延燒 感染源頭還沒解答 最新在追到一名確診幼兒的父親 埃及及男子8月4號入境來台探親 持陰性報告當時也沒症狀 當下就先採檢一次陰性 接著進到防疫旅館檢疫 期間有快篩一次也是陰性 直到檢疫期出關前按規定 又採一次同樣陰性 三次都是陰性 直到9月6號被列為確診者的接觸者 第四度採檢卻轉揚 CT值還很高37.9 檢疫期滿超過兩個星期才被揪出確診 搭配CT值高 研判感染一段時間 是否可能為整起事件的感染源 在陰陰洋洋的情況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我剛才講過 再有更多的一個訊息 包括他的家人 他的小孩 這些未來在抗體 或是進一步的培養 那在定序裡面 可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還不能下定論 尤其埃及男子CT值高 基因定序有可能做不出來 但從發病日來看 這一名埃及返台的爸爸 檢疫期雖然無症狀 但期滿後 其實8月23號疫調室次數曾經發燒 接著妻子和孩子也在兩天後陸續發病 反倒是最早被發現確診的幼兒園老師 直到27號才有症狀 恐怕要有更多證據分析 才能讓整起事件的感染源頭更加明朗 而這個埃及爸爸新北市也公布他的足跡 曾經去過白沙灣 另外有三名家長也確診 是在台北市工作 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是4加3 看出沉重 8號全台新增7例都在新北板橋 而且是DELTA病毒禁社區 其中被視作關鍵 也是8號新增個案16160 是埃及人CT值37.9 就是確診幼童父親 另外還有案16165 奶奶和16166外婆都有接觸史 案16161則是確診小朋友的同住家人 光是幼兒園再新增4家屬染疫 另外3例是和幼兒園有關係的社區感染 16141 傳給他的家裡的人 再傳給他的妹妹 再傳給他的外婆 後來更發現 這名16141的媽媽 也就是前一天公布個案 是在北市新北投工作 也就是案16152 9月4號5號曾搭乘捷運 往返新浦到新北投 雙倍共同生活圈 阻擊往返的還有他們 兩位家長一位在士林區 一位在內湖區 那他們所工作的場域跟他們的同事 還有他們可能接觸的對象 全部都匡戀 這說的是案16153 士林上班 案16155是內湖工作 同時他也是埃及家庭中的媽媽 家人足跡也曝光 埃及爸爸曾經在9月3號下午到過白沙灣 另外案16161比較令人擔憂是CT值只有16 多次搭板南線往返捷運新浦和永明站 12號停留新浦站 30號搭705路公車 29號到全家汐止建安店 新北群聚暴風圈越擴越大 TVB宣布公園裡做和新北市採訪報導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呢 中午更是直奔現場前進指揮所了解整個狀況 不好意思 快步走近板橋染疫社區大樓 新北市長侯友宜直奔前進指揮所了解狀況 神情相當緊張 因為社區大樓其中一棟只有有6人確診 包含住戶說住11樓的埃及爸爸一家三口 案16158的麻醉護理師 以及驗出兩名確診的住戶分別是CT值22.5的案16163 跟CT值26.1的案16164 最主要他們是在不同的樓層 所以呢我們就啟動了這個整棟清空 分數不同樓層難道是因為串門子的關係嗎 但住戶私下透露平常不多互動 不少住戶都想問到底是透過什麼途徑傳染的 你們是跟普渡站在路嗎 呃就可能一家派一個人而已吧 住戶透露農曆7月15的前兩天 大約是國立8月13號左右 社區大樓曾經舉辦大型普渡活動 就是這個檢疫人員現在待的地方 但染疫的埃及爸爸8月18號才出關 關聯性似乎降低 同棟大樓出現感染會不會是透過水管 或是其他管線氣溶膠傳染 也成了住戶擔心的問題 尤其是這個地方 每天都要搭乘的電梯熟悉的按按鈕 會不會也變成傳染來源 社區前一天貼出緊急公告 要住戶帶著健保卡去篩檢 只是社區B棟全部進空送檢疫所 旁邊的A棟住戶不擔心嗎 A棟住戶似乎相當淡定 只是社區住戶來來去去 加上有保全跟清潔員可能重疊 也有不少人已經做好 被通知去檢疫所的心理準備 TVB的新聞 黃俊瑋 余信航 韋佳琪 SNG小組 台北塞鋒報道 專車閃著警示燈開著警方 預先用三角錐搭建的臨時車道 現場氣氛有些緊張 大樓陸續傳出確診案例 住戶拎著大包小包依序走上車 準備前往各地的隔離檢疫所 這一刻來得好突然 無奈又無助 但也只能祈求自己不是下一個確診者 畢竟社區感染有擴散跡象 上午再新增兩例確診 截至下午新北記者會公布 目前篩檢了三百多人 而這棟大樓共有兩棟AB樓 A棟尚未有確診案例篩檢不隔離 但隔壁棟有案例的B棟共四百人 全數得先送隔離檢疫所14天 把這整棟大樓照撤以後 我們就開始一個一個的聯絡 那目前都在陸續的聯絡 把所有的住戶召回 第三戶有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啟動相關的一個 居家隔離的一個SOP 那因為這一次是Delta 所以我們決定將整棟大樓清空 前一晚新北快賽隊就進駐 攔截兩名確診者馬上就醫 沒讓他們回到公司上班 但變種病毒來勢洶洶 毛小孩們也要暫時跟主人分離 緊張無助的心情反映在表情跟動作上 動保處人員肩上背貓 手上提狗 先帶回幫忙妥善照顧14天 也有四組不放心 疾摳朋友救援 就是請你幫他照顧他的寵物 對啊對啊對啊 被視為大魔王的Delta 變異株攻破社區城牆 地方政府也只能全力補救 全島一命 守下來 特別新聞 綜合報導 所以新北市長侯又宜也宣布 從9號開始為期7天 新北市全面禁止內用 一律不得外帶 那麼一律只能外帶不可以內用 不過雙北不同調 台北市因為沒有Delta確診案例 因此仍然可以內用 從9月9號到9月15號 我們的餐飲業 美食街 超商 市場 夜市 提供餐飲的場所 一律外帶禁止內用 9號開始為期7天 新北市全面禁止內用 隨疫情再做滾動式發展 8號下午一宣布 新北市參營業者的心情 盪到谷底 業者趕緊陸續打電話通知 這個禮拜有定位的民眾 原本中秋檔期有7成滿的定位量 恐怕大受影響 在營業方面的損失 預計出估至少會達到七成八成以上這麼多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在這段期間 利用外帶的部分能夠貼補一些營業額 其他連鎖業者也緊急發出聲明 麥當勞宣布9號起新北市門市 暫停內用以及洗手間使用 全台頂呱呱也不開放街邊門市內用 百貨門市則是配合百貨規範 但還是照常提供外帶服務 覺得還是防疫悠閒 你看國外那麼可怕 那就是前車之鑑 能不能內用雙北不同調 考量目前台北市沒有出現Delta變種病毒 因此暫時不考慮餐廳禁止內用 但建議是可以外帶的 如果內用也沒有禁止 但是拜託你 那個隔離還是要做好 不管是梅花做的或是隔板 因為我最近去餐廳看 好像大家又鬆懈下來 我真的很不喜歡吃外帶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住 然後我都很懶得丟那些垃圾 所以就會比較 會想要吃一些比較簡單的吧 根據疫情 雖然目前雙北不同調 但共同目標 還是希望民眾做好防疫 不讓疫情失控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雖然每次疫情都會燒到新北 不過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 政黨人物好感度侯友宜依舊居冠 詳細內容照理記者韋家綺 說到對政治人物的好感度第一名 你會給誰 新北市長侯友宜就拿下了 大部分民眾心中的第一名 而且是跨越黨派的超元氣 台灣民意基金會做出的最新好感度 在他自己的身上 如果毫無友誼 他選擇連任了新北市的話 那麼其實在國民黨當中 很多人就會鬆一口氣 但是他如果轉念一想 想要來直攻2024的總統大位 恐怕會是國民黨裡面 有志大位者的夢魘 那麼第二名又是誰呢 但您看到了就是 衛福部長陳時中了 他平均溫度有61.2 好感度有5.8以上 反感度但也有2.2 相較於去年5月呢 現在可以說是走下坡的狀態 維持水平 但是還算是一個綠營的猛將 那麼接下來排在他後面的 就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平均溫度有57.41 對於柯文哲的支持者來講 他的溫度比較是屬於中火 沒有討厭也沒有太多的好感 但是是足以進逐總統大位的溫度 年輕人支持度相當高的話 渴望可以雷揮軍2024 台北市目前有7所學校 跟幼兒園受到影響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說 未來一旦學校有一個人染上Delta 全校停課14天 大門上的停業公告還沒撕下來 台北加勒福巴德店7號關門消毒 因為有印度返台的確診者來過 大家擔心會不會是Delta 這個案子的基因定序跟抗體 我們都在檢測 而且也在請中央能夠盡快通知我們 這位案16147 2月到印度探視親人 8月13號回國後到解隔離 採檢都陰性 9月2號曾到內湖瑞光路咖啡廳 4號早上去佳樂福 5號晚間去全聯吉祥店 6號因為要出國念書採檢確診 儘管Delta已經入侵隔壁新北 但在台北還沒出現 柯文哲岸兵不動 只是目前七所幼兒園跟國小停課中 全台北兩千七百六十八位學生 請防疫駕創新高 柯文哲也修正 一旦學校有一人確診Delta 全校停課14天 確診班級師生居隔兩週 若有人被通知居家隔離 該班或全幼兒園預防性停課 一到五天並採線上學習 而大家最關心的餐廳內用 我們沒有取消餐廳內用 但是拜託你喔 那個隔離還是要做好 最近去餐廳看 好像大家又鬆懈下來 要大家減少內用跟聚會 落實二級防疫 柯文哲也擴充疫調備員人力 防疫計程車增加到兩百輛 鑽責病房啟用時七天要開到1421床等 卻也批評各縣市中秋節烤肉規定 就是很假耶 很假的 假掰耶 你家屋田可以烤肉 可是並不能烤肉 那那個在七樓的話 就看有沒有被警察抓到 迎戰Delta 柯文哲強調務實防疫的同時 恐怕又要得罪一堆人 TVBS新聞 陳旭麗平台北報導 而剛才我們提到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同一份民調 對比去年指揮官陳時中 還真的是走下坡 再交給家綺打我們來看看 政治人物想要更上一層樓 人氣指標當然就很重要了 不過這個人 他的人氣似乎是有一點走下坡了 他就是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這回在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 發現他拿下的溫度是61.26度 彼此去年5月呢 他是下降了26.52度 可以看到的是他支持者的人呢 都比較年紀稍微長一點 而且是以本省族群為主 外省人呢 對他稍嫌比較疏離冷漠一點 那麼陳時中如果想要更進一步 去選縣市首長的話 他必須考量到的就是 六都席次呢 必然競爭者很多 而且呢 很難讓陳時中隨心所欲 想要去哪裡選就去哪裡選 因為這是綠營無派系者的無奈 但是如果陳時中真的想選 也得先看看他有沒有這些野心跟意志 才能決定他的下一步 不過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董事長 游盈龍他也很關心的就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了 柯文哲這一回拿下了57.41度 但他的支持者偏年輕 也因此他認為這可能成為他2024大選的難題 因為都是比較多年輕人在支持他沒有老年族群 而桃園呢是對他最有好感度的地方 台灣人對柯文哲感覺多於正面比較多 而其實他拿到的溫度呢從來沒有少於50度 也有可能就是他競逐2024總統大選的籌碼 國民黨主席選舉理念說明會在中場會上舉行 而四位候選人爭取時間向黨員喊話 國民黨主席選舉理念說明會 四人逐一論述 但精彩的火花永遠在外面 張亞中再批朱立倫 而朱立倫不理會說明會開始塑信到外面關心疫情 朱立倫就坐在記者室裡面 同時間其他候選人正在闡述參選裡面 時間非常的有限 但是我們依然按照的步驟完成了一些階段性的改革 加上我上來之後也馬上調整 組織上面應該調整了 我想用一個主題 張亞中與黨員的靈魂對話作為開場 我先講一個佛經的一個小故事 有一隻鸚鵡飛過一個山林 不管是要跟靈魂對話 還是要理性對談 候選人抓緊時間向黨員喊話 如果我們國民黨自己不能夠先強起來 不能先好起來 不能獲得主流民意的支持 不能贏回政權 這些都是空的 中山先生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我跟各位先進同事報告 博物園當這個黨主席 選這個黨主席 絕對沒有想要做大官 國民黨主席選戰各自論述 爭取黨員支持 TVB新聞 劉宇俊樓才為台北報導 再來看國防部公佈了110年的中共軍力報告書 坦誠披露共軍已經全盤掌握台灣軍事動態了 再交給佳琪 台海危機真的升級了嗎 台灣是不是不能夠再大義了呢 因為根據國防部110年中共軍力報告書裡面 直接寫出了現在共軍已經全盤掌握台灣的軍事動態 換句話說就是撩弱執政 甚至可以癱瘓台灣的防空 制海以及反制作戰體系的能力 這樣的消息一出當然大家都很緊張了 因為對岸現在可能有四大殺手艦 包含第一個聯合情間增能力的 它這個部分就是全盤掌握我國的軍事動態 甚至是完善的戰場經營 再來就是通資電作戰的能力 它具備這個癱瘓我們的防空制海 甚至是反制作戰的能力 再來就是精準打擊能力 火箭軍各式的飛彈射程均涵蓋台灣全島 那麼台灣是不是陷於危機當中了呢 再來局部封鎖的能力 封鎖我國聯外的航道 影響到整個後勤支援 這次真的是不能夠大意的 也因此軍事專家就說了 國軍應該要加強的是情報預警的能力 而且作戰指揮系統應該要來分散備援 才能夠來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行政院原本規劃在10月初要發放5倍券的 不過Delta病毒來襲 5倍券現在能否如期上路引發討論 倒數一個月就是國慶日 主視覺也亮相 金色雙十相聲典雅熱情 更強調民主大聯盟 除了守護台灣人的安全 也維持印太區域的穩定 用六條線和全球連結 民主大聯盟世界交友彼此 全世界的這個國家之間 大家一起編織在一起 不過準備開心過國慶之前 近日疫情重捲也讓總統很憂心 中常會上總統喊話要守住這一仗 就是因為Delta入侵新北讓所有人聽到都緊張 而接著振興五倍券原本預計搭著國慶連假10月初要發放 現在立委們也緊張喊出要以疫情為重 行政院應該要審慎評估五倍券的推出時間是否延後或是暫緩 其實國人對於這個實體券還有相關的實體消費的比例還是偏高 所以未免造成群眾的恐慌增加染疫的風險 要能夠搭配整個疫情的控制 證信券才能發揮效果出來 因為如果發了證信券 但是民眾不應消費不敢出來消費的話 那效果一定會打折 身為近日幼兒園疫情重災區的板橋立委 羅志正也要中央細細考量 尤其新北野才剛宣布暫停內用 為無備勸能否振興到餐飲業畫上了問號 民眾也認為可以再想想 發放不一定要往後 可以延後消費或者是做其他的選擇 在滿嚴重的話 那往後我倒是算成 你疫情還是這麼嚴重的話 大家還是不敢去消費啊 疫情詭譎多變 振興時機要如何恰到好處 勢必成為中央頭痛問題 TVBS新聞崔仲群黎婷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